哈囉,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我們之前在YouTube、LINE和Discord有做一個統計 發現沒有用冷錢包的人比例真的非常多 你可能還不知道其重要性 或者你不知道從何下手 那最主要的是我們常常會收到一些錢包被盜 或者是賺來的血和錢都直接歸零蒸發 不要覺得誇張 就連資深Defi Venture的老闆Arthur 也是在這個熱錢包被盜走了大約170萬美金 而今天這一集我們是屬於比較算是更新版 畢竟之前我們有做過Ledger的比較影片 那在這之後又有一些更新 那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我們先在大家看影片之前猜一下統計出來的結果 是多少比例的人有買 那其實我看到最後自己也覺得蠻驚訝的 那先讓大家想想 我們影片中也會有結果 當然也會有抽獎可以參加喔 自從上一次我們有比較後 不知道是Ledger有聽到使用者的心聲還是怎樣的 那這次更新了修復很多之前的痛點 又推出新的Ledger Nano S Plus 那到底跟原本的Nano S或是Nano X是怎麼選擇呢 就讓我們趕快開箱吧 我們這個就是Ledger Nano S Plus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USB-C 所以正反都可以插 所以很方便 我們先來開機一下 那第一次開機 你可以看到這螢幕真的是大非常多 然後我們就按下一步 他首先會先叫你要先去下載Ledger Lite 那這個就是跟我們之前的教學一樣 那我們可以直接去看右上角的教學 然後呢 我們先來就是做這個 他說按兩邊 然後去選擇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選項是 Set up as new device 這個就是代表你是完全沒有Ledger 那如果你之前已經有Ledger 你想要轉到新的 那我們就是選擇這個 Restore from recovery phrase 然後我們就是一樣左右按下去選擇 這邊就是設置你4位數和8位數的密碼 但我建議是設4位數 要不然你會每一次都打很久 那設置好了之後呢 你最後一個像我們的4位數 那第5位數就打夠就按確認就好 然後他會要你再輸入一次 然後輸入完之後就按確認 他這邊就會要你輸入你的助記詞 那這個助記詞就會是上一次你抄下來的這個助記詞 那如果你是新設置的話 他會給你助記詞 你要抄起來用手抄 然後他的盒子裡面會有附贈一個小卡 然後你就照著順序抄 記得每一個要抄寫正確 最好是抄個兩份 然後放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按確認 再來我們就是要選擇你是12個字的 還是24個的回覆助記詞 那我們就是上一次是24個字 所以我們就是選24 那有一些是12 那就選12 然後他就問你說第一個字是什麼字 那這邊因為恢復真的蠻麻煩的 我們就要自己這樣手動選擇 你大概輸入1到2個字 他就會跳出可能的字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選擇 那像我們第一個字就是SYMBLE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按確認 那就是一樣 從第一個到第24個 然後你就是大概要花一段時間 才能把你的助記詞給輸入完 那這樣子你的之前的 就可以轉移到你的新的LEDGE裡面了 好了 首先我們要先教大家 怎麼去把舊的LEDGE給清除掉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到達我們的畫面這邊 然後在SETTING的這裡按住 左右兩顆鍵 然後他就會跑出來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 像是你要把你的上面的APP 給所有的都刪掉 就選這一個 再來我們通常如果要重新清除的話 就是按這個SECURITY 按進來之後 你這邊可以改 像是你的開機的這個密碼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這一台機器給直接清空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把它轉移到新的機器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記得你的助記詞要超好 那反正你也可以在上面先看一下 那不管怎樣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就是按這個 然後就按下去 然後他就會清除了 對 首先在外觀上 我們之前抱怨Nano S的按鍵真的太小 那這次Nano S Plus的按鍵真的變大 好按了很多 至於螢幕的大小 Nano S Plus則是比較友善 螢幕大了一圈 對於看合約內容的人可以更省力啦 再來另外一個外觀優化的地方 就是接電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知道Nano S 本身系列是沒有帶電池的 所以要插著電才能使用 那問題就出在插電的這裡 這次Nano S Plus終於使用了Type-C的接口 不會在那裡左右插反了 那最主要的是 最大的改動 就是Nano S Plus增加了它的容量 沒錯 原本只能裝2-3個鍊的Nano S 現在可以裝更多啦 它的內置容量直逼Nano X的儲存量 所以多鍊也不需要再頭痛 先該裝哪一個 全部把它裝起來就對了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了 那到底要怎麼選擇 是Nano S、Nano S Plus、Nano X 這幾個要怎麼選呢 是不是很頭大 基本上如果前購又懶得接線的人 可以直接上Nano X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有藍牙可以連接 但如果不介意連線的話 我覺得上Nano S Plus會來得比較好 最主要的是 你不知道在未來 你會擴充到多少個鍊 但Nano S Plus讓你更有包容性 那原本的Nano S呢 我就建議就不要買了 畢竟多很多條鍊真的是差蠻多的 至於原本手上就是拿Nano S的人 可以考慮直接把它改成獨立的冷錢包即可 那至於功能呢 基本上都一樣 不會因為說升級了安全係數變強 或者是有所改動 所以你該升級嗎 如果你已經有了 那用原本的即可 那如果你這個鍊不夠用 升級一下 那如果你還沒有入手的話 建議真的要至少買一個入手 影片下方也有官方的連結 建議直接在官方購買 畢竟這種東西就是要買新安的 也曾經發生過很多起 就是被修改的ledger 放到市場上的詐騙 中文教學一樣在影片的下方連結 那麼 還不想買呢 沒關係 庫可實驗室送給你 活動的情形我們也會放在下方 那最後我們公布一下統計的結果 真的不到30%的人用冷錢包 真的不要等到事情發生了 才後悔當初沒有買 因為身邊真的聽到太多了 這不是業配 不要想買的話 就是參加活動就好 靠運氣 我們也可以送給你一個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到discord 或是LINE群去詢問 最後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也歡迎給我們個讚 並且幫我們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當然還沒有開啟訂閱的人 趕快按起訂閱 然後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下次的更新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